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11月本港零售销售300亿 跌超过2.3亿 连跌10个月 跌幅略较预期少 消货量就跌超过2.5亿 略差预期 总结头11个月 零售销售跌超过1成 旗内珠宝首饰 种标和名贵礼物销售跌幅最大跌超过4.3 药物和化妆品 百货公司货品 以及服装都跌超过3成 政府说本地社会事件变得极度暴力 进一步打击消费气氛 零售业短期前景继续取决于事件发展 零售管理协会预期 社会事件对12月的零售销售仍然存有影响 因为社会事件依然持续在 以至其实游客方面的情况是没有好转 所以在游客方面 其实一直以来 佔据了我们香港零售业的比例是那么高的时候 而它没有好转的话 其实12月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只不过在本地市场方面 就似乎是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另外有奢侈品牌考虑关闭分店 在本港有8间分店的奢侈品牌LV 据报因为铜锣湾时代广场拒绝减租要求 而考虑关闭分店 不过戴行花旗指出 香港社会不稳的状况有缓和的趋势 包括海港城和时代广场的本港主要商场租户销售 最坏情况已经过去 预期今年会逐渐好转 到下半年会出现双位数的增长 NOW TV记者 林线仪报道 家局局长杨润雄解释 可以取消校长资格 并非要求校长去配合教育局的看法 由批评教协制造恐慌 诺康庭报道 杨润雄早前接受内地传媒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如果有校长支持被调查的教师 教育局怎样应对 他说如果校长已经不能升任 可以取消他的校长资格 他说有关港法只是陈述法例 赋予教育局的权力 并不是向校长施压 我们所说的配合 其实就是配合调查的工作 而不是说有些人误导 或者想引导一些人有些错误的看法 说我们教育局是否要求校长要配合我们的看法 这个绝对不是 因为很多时候在投诉个案里面 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一个既定的看法 教育局早前发声明 批评教协煽动教师情绪 楊润雄认为必须作严重声明 被教育界清楚了解所有专业失德的投诉 都经过严谨调查 当事人有充分自便机会 教协的指控不符事实 自称做一个专业的教育组织 而是不理这些事实 而是将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将它串在一起 然后做了一些故事出来 或者一个说法出来 令到业界制造了恐慌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加令我担心的一件事 对于教育局的处理投诉指引 提到学校一般可以考虑不受理匿名投诉 楊润雄说 局方会视乎投诉的严重性作跟进 相信教协过去也曾要求局方处理匿名投诉 NOWTV记者罗康廷报道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 研究幼稚园和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制 提出建议的容海恩说 接获多宗的投诉 中小学的教材立场偏颇 不质疑中小学是否有质素去教授政治 研究明报道 建议由新闻党容海恩提出 他展示不同中小学的工作址 认为内容偏颇有需要成立小组委员会跟进 出香港独立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他说香港日用品短缺太多水货 但是老师的评分 我们不知道评分是什么 竟然有一个大梯 那我们就认为这些教材 或者他们的评分基准 是否真的令到学生有一个自由的想法 还是好像封议员所说 将老师的政治思想去直接灌输给学生呢 我们大学有政治课 亦都有专家去教政治课 但我们幼稚园中小学 是否有这样的资历资格 或者有这样的质素去教政治呢 容海恩认为偏颇的题目 有民主派就认为没有问题 民主派反对成立委员会 认为现在已经有机制审视教科书 但是有老师都上线上线 就说这条政治题 令到教育局难堪 就要开会讨论了 甚至比教科书更加重要 就是在学校里面 每天在课室里面 老师所预备 给学生使用的教材 十分偏颇 但是过去我收到这些讯息 这些投诉 在议会里面 我们没有机会 就着这些 去看看有没有问题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就认为较难 讨论个别教材 是否合适 我觉得是很难 就着每一张教材 在会议上去谈 因为有很多前文后理 有很多他教育背后想的东西 譬如正华提出 某一张究竟里面哪一道偏颇 我相信这样去讨论 其实可能是相对上困难 我也觉得如果将来小组去谈这些 其实未必是完全适合 我宣布这个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最终在17票赞成 11票反对之下通过 成立小组委员会 研究幼稚园及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制 Now TV记者闫彩明报导 精神科医学院近五个月 收到192宗价求助 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 他们的调查发现 九成的受访者 认为近日的社会事件 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 五成人感到无助 或者失去希望 陈德鑫报道 精神科医学院去年8月推出资助计划 为市民评估精神健康和医疗疾病 过去五个月有192宗求助 年龄介乎7到73岁 7岁的求助人是警务人员家属 经学校社工转介参与计划 臨床诊断他患有创伤后遗症 医生说不方便评论个案 大小朋友受精神困扰 可能和欺凌有关 如果那些小个12岁 就是小学的个案 很多时如果他们有一些 就是创伤后遗症 或者一些焦虑的症状 很多时和这个社会事件有关 就是分开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被欺凌 另外一部分就是 很多时他们是目击一些 暴露于一些创伤的环境的情况 例如他可能目击一些暴力的事件 或者他家人受暴力对待的事件 当然有些机会 都可能他是在传媒里面看到的 另外在去年10到12月 他们访问了784个市民 发现超过9成的受访者认为 近日的社会事件 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 当中超过6成半话 会担心不同的事 5成感到无助或者失去希望 3成多曾经和家人争执 2成多和朋友争执 调查又发现记者和学生等 直接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士 接近3成的人都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 较一般市民高 精神科医学院院长吴文健 提醒市民如果发觉自己 分享开心事的时候感到内疚 又或者时常发恶望和失眠 就要主动求疑 我都是呼吁他们要拼除歧视 自己要走出来接受治疗 因为精神健康问题和普遍的区体 即身体健康问题 其实一样是那么重要 就好像其他的疾病 好像糖尿、高血压、烤喘 其实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亦都是需要治疗 广东话叫做越幼就越难医 大家都会明白 中国人所说的病 向前中医都有一个道理 因应社会状况 有关的资助计划会延长到今年年底 并且增加到提供6000元的药物费 和8次免费约见志愿精神科医生 和临床心理学家的机会 有需要会转界公立医院跟进 NOW TV记者陈德新报道 武汉卫健委最新公布 病毒性肺炎个案增加到44宗 其中11宗是重症 当局仍然进行病原鉴定的工作 但已经排除流感、禽流感等等 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日本港专家许树昌引述内地专家 就说 怀疑武汉爆发的病毒性肺炎 属于新发冠状病毒 何凯玲报道 武汉卫健委公布 由上个月发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截至今个月3日 病例增加至44宗 其中11宗属于重症 所有病例都在武汉市医疗机构 接受隔离治疗 已经追踪到121名密切接触者 并进行医学观察 当局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部分病例是华南海鲜城经营户 暂时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病原鉴定和病因素缘工作正在进行中 已经排除流感、禽流感、鲜病毒感染等 常见呼吸道疾病 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 许树昌 引述北京和广州专家指 怀疑病毒属新发冠状病毒 但官方没有更新资料 目前掌握的资讯不多 如果是真的说新型的冠状病毒 那就要搞清楚究竟会不会 因为里面传说有野美 会不会是有些新型的病毒 在野美那里变了种传给人 如果冠状病毒 如果是一个全新出现的病毒 事实上它变过种之后 人是不会有这个完整的抗体 所以一感染到病症可以严重 例如看回当年的沙士 那个死亡率大约是9.6% 现在在中东的呼吸终合症 为了新沙士 那个死亡率是三剩半的 许树昌指 武汉现时的严重病例 比率大概是25% 情况同2003年 在香港爆发沙士的近似 当时每四个成人患者 有一个要送去深切治疗部 许树昌又分析 三中曾经到武汉 返港后到公立医院求诊的个案 都没有到过涉事的海鲜市场 估计和当地的个案 未必有关系 Now TV记者 何海灵报道 下次回来有其他消息 有关系?踢过就知道了 西班牙夹组足球联赛 基达菲队皇家马德里 星期六晚11点 九叔九台点TV现场直播 《水中贵府》 《百岁山》 《水中贵府》 《百岁山》 订阅一声,預算鬆动了 连美景也鬆动了 用Expedia一订阅即可 驚喜特价在App等你 Expedia 為甚麼你会想做医生 我哥哥沒有機會長大成人 我很想所有孩子都可以長大 希望他们健康地成长 我还未替他改名 他是不能死的 即使现在勉强替他做手术 九成都会死的 你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 為甚麼你不可以救孩子 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是醫生五位神 我們不可以被假希望病人 今晚8時,感謝醫護 感激善良醫生 回到新聞時間 美軍空襲伊拉克首都 巴格達國際機場 擊殺伊朗違高權重的革命衛隊指揮官 索萊瑪尼 說先發制人 是要為了押了伊朗 發動襲擊 伊朗最高領袖 克梅內伊就下令全國哀悼三日 讓燕會嚴厲報復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 登速美國公民 立即離開伊拉克 張曉明報導 襲擊在星期五凌晨發生 網上片段顯示路面有多個火頭 伊拉克民兵組織說 三支火箭炮擊中巴格達 國際機場的貨運站 兩架車著火 幾個人死亡 有報導說 美軍是出動無人機發動襲擊 四隻包括伊拉克十業派民兵組織 人民動員副領袖 穆罕迁斯 和他專程到機場迎接的 伊朗革命衛隊 精銳部隊聖誠女少將索萊瑪尼 索萊瑪尼領導的聖誠女 專門負責伊朗境外戰術情報 被問外交 扶植勢力等等的任務 他直接聽名與伊朗最高領袖 哈梅內伊 和伊朗各派都有聯繫 又致富形容他在伊朗的地位 比總統更加重要 美國白宮和國防部發聲明說 美軍奉總統特朗普的命令 採取了果斷的防禦行動 保護在海外的美國人員 殺死被列為恐怖組織的 聖誠女頭目索萊瑪尼 索萊瑪尼積極策劃襲擊 在伊拉克和區內的 美國外交和軍事人員 包括過去幾個月 駐伊拉克的基地 和美國大使館襲擊事件 美軍今次襲擊巴格達機場 目的是阻嚇伊朗計劃再度施襲 在空襲之後 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貼出一幅美國國旗 但沒有留言 外界關注索萊瑪尼的死 可能成為中東局勢的轉捩點 哈門內伊警告 將會向美國嚴厲報復 又說索萊瑪尼的死 將會令到伊朗力抗美國 和以色列的決心陪增 伊朗外交部就傳召 代表美國利益的 瑞士駐德克蘭大使館代辦抗議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 在大隨直和元旦日 被伊朗支持的十頁派民兵攻擊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 在這次空襲之前 剛剛警告 事件改變了中東遊戲規則 美方已經準備好自衛和威懾 受伊朗指使和支持的武裝組織 NOW TV記者張曉明報導 美國的中東政策進退失據 給予伊朗空間在伊拉克負殖勢力 外界就預計 蘇來馬尼遇襲身亡 將會令美國和伊朗掀起一輪更激烈的衝突 角力場不限於在伊拉克 吳翠新報導 美國2003年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為借口 入侵伊拉克 推翻屬順尼派的薩達姆政權 兩年後被揭發純粟謊 面對伊拉克錯綜複雜的中派勢力 華府試圖在當地重建社會秩序顯得有心無力 相反這段政治空窗期 給予伊朗很大的空間 在伊拉克建立親伊朗的十葉派勢力 再加上美國支持的伊拉克政府軍 在2014年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圍攻 最後要依賴十葉派民兵修復失地 大大助長他們的活動空間 這類民兵組織最少有23個 包括代表伊朗政治和軍事勢力的人民動員 他更在2016年莫東局正式認可為獨立軍事組織 直接聽命於總理 華爾街日報報道 人民動員星期三指示屬下的真主旅 從巴格達陸區的美國大使館外撤走 是因為與伊拉克政府達成協議 國民議會最快下星期初 提出要求駐伊美軍撤走的提案 包括親伊朗勢力的政治聯盟 就與總統薩利克會面 討論接替已經辭職的 邁克迪總理職位的人選 據報伊朗一直希望 與伊拉克的政治和軍方高層 建立特殊關係 從而主導伊拉克的政策 美伊關係自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後 持續惡化 分析指今次肩負伊朗在中東地區 情報和作戰工作的總指揮索萊馬尼遇害 以及預期伊朗將會作出的報復 可能會激發兩國新一輪更激烈的衝突 令伊拉克再次成為兩國的角力牆 甚至波及整個中東地區 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的美軍 都會身陷險境 NOWTV記者吳柱山報導 美國禁止出售部分口味的電子煙 希望亞指稱少年使用電子煙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將會禁止水果、糖果、薄荷 以及甜品味的電子煙 但煙草味和薄荷醇味獲得豁免 同時不會限制和裝置分開出售的電子煙油 禁令將會在30日後生效 之後如果有公司繼續生產、分銷 又或者出售被禁的電子煙產品 將要面臨制裁 根據言行的法例 管理局容許部分有助成人駕煙的電子煙產品 在市面出售 當局會在5月開始檢查所有電子煙產品 產品要對美國公共衛生有利 才可以留在市面 聯邦調查顯示 美國目前有2成7的高中生吸食電子煙 有組織批評 金令豁免薄荷醇味電子煙 令青少年仍然有上癮的風險 只是禁止所有加味電子煙 才能令電子煙在青少年當中不再流行 新聞來到這裡 稍後回來有新聞自負 他很討論是自己做的 真的沒有事 但是這種暴力充當是真的 沒算是只是雪田 你是不是會想像我會想像他 我懂得想像了 你會想像個負責 有些什麼容易 可能是因為你會想像你 我沒有想像它 然後你會想像我 你也是 試試吧,如果我找一個幫你 我們倆就當無數 朱古力大師的幼滑結作 Lindor 政治的朱古力外殼 加上令人難以抗拒的軟心 Lindor 禮贈志哀 幸福滿載 Lind 瑞士朱古力大師 為符合國際標準 財務機構可能會向客戶撒取資料 辨識他們會否因境外稅務居民身分 而在當地有繳稅責任 財務機構必須按稅務條例要求 收集超過120個指定地區的帳戶資料 交給稅務局 以便跟當地交換 請公眾配合安排 並小心處理個人資料 如有疑問可向有關財務機構查信 專業小偷,最厲害偷位 工人房床底的櫃 偷的背部,那小小的位置 外層就有個範圍 儲物空間,雙倍見世 藍戶主也有很多美衣、美衣 這個衣務間可以放一個貨倉 ETC,劉安程軒,專家12 星期六晚8時1,ViuTV 政府官員近年經常把密地欄掛在嘴邊 硬仙填海造地的好處 全國有大約四分之一面積 透過填海而得來的新加坡 就成為借鑑對象之一 私城過去五十多年 一直靠填海來擴充土地面積 章儀機場、濱海灣等等的大型基建 都建築在人工造地之上 但填海用的砂石 就不是全部來自本土 2018年新加坡由馬來西亞 進口了超過五千萬噸砂石 佔全國總進口量九成七 也佔馬來西亞砂石 總出口量的九成半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第二 已憂慮新加坡國分擴張 及大馬官員 有可能在交易過程中貪污為理由 去年叫停出口海沙去到新加坡 馬來西亞早年亦曾指責新加坡 在東部填海侵犯領土 破壞遊伐海峽的生態 危及愚民的生計 另外柬埔寨、印尼和越南等等 亦先後頒布禁止出口海沙去到新加坡的命令 外界擔心或對大型港口大使港計劃造成影響 沙系地球上使用量第二高的天然資源 地位僅僅似於水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公佈 若果以重量計算 地球人對沙和碎石的消耗量 比發石能源和金屬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 目前最大的沙石入口國 是比利時、荷蘭和法國 由於建築材料 好像運營土和磚頭都含有沙石 所以發展中國家好像印度和泰國 沙石入口量在過去一年 亦錄得非常顯著的升幅 而中國的進口量 亦穩佔全球總數的五分之一 中國近年有大量基建工程 例如大壩、道路、鐵路、工廠 以至人工、杜礁等上馬 亦是全球最大水泥生產地 對沙石需求甚一 位於江西省的浦陽湖 是世界最大沙石礦區 每個小時最大的彩沙量 可以達到1萬噸 每一年開彩的沙石 有2億3600萬立方米 正是由於過度開彩 連湖的形態也都改變了 甚至令到水位急降 和淡水湖面臨富竭 非洲肯尼亞因為頻繁彩沙 導致河道枯乾、水源消失 更有人因為阻止非法彩沙 而遭到殘酷射殺 法規不言加上難以監察 令黑市開彩和買賣沙石槍決 有人提議利用其他方法 例如拆樓時留下的運營土 或磚頭等建築廢料 來作為填海的材料 減少消耗沙石 帶就惹來環保團體質疑 加上廢料要經過加工才能使用 未必合乎成本效益 是否可行有待進一步探究 這樣可以把線條鍛鍊得漂亮 已經有肉了,還要升級不夠 這樣便會好好看 重複深鎖,交出自由 放我出來 解除深鎖,沉昧之我 扭起我的頭髮後 就說 你知道自己的頭上有兩個洞嗎 後來我去看醫生 她也跟我說 其實這些是壓力 香港親善小姐 今晚10時半,ViuTV 11天 林議員,舊家資會越來越舊 既然怎樣也有記定問題 當然偵察再重建最好 張議員,怎會很不環保 明明這麼大樓還可以正常使用 翻身收復 所需要的費用和資源都可以大大減低 豈不是更好嗎 明明還可以用 平平躍躲起來,可以循環再用 你為環保可以嗎 為公司可以嗎 但功能和性能 已經追不上現實社會的需要 這樣很影響工作效率和生活水平 別吵了,你們只想換電腦 找八川科技就行了 你想省錢又環保 你又想電腦快 八川科技,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 那單買可以嗎 因為我們只想換私人電腦 單買或批量購買都沒問題 繼續看,我們一起去看 訊息室內空氣中漂浮的PM2.5 會影響胎兒及小孩的健康 要守護他們 一定要由空氣質素開始 PPP經過多間機構測試 是有權威認證的空氣淨化機 帶有強勁的潔淨空氣輸出率 CADR,功能卓越,潔淨空氣 媽媽的順心之選 敢玩、敢做、敢創新 快點打3706-5937 快點吧 每天忙著上班 沒時間看著小朋友 有想過幫你小朋友 找一個24小時的貼身保母 他可以提醒小朋友去補習 當室佬?不用怕 他可以很聰明地告訴你 他們在哪裡 不用想了,有他就行了 我愛你關外部智能壽錶 SOS一件呼舊 連想24小時服務中心 堂部會即時通知你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功能 貼心照顧子女每一天 讓你安心又放心 香港地不是煩沒錢 就是煩沒時間 他為了錢,一望一望 琐事完全沒空處理 他大把時間 如其在家裡沒甚麼做 不如試一下把時間換成收入 Teddy幫到你 只要簡單輸入工作要求 設定價錢 附近的人就可以接單 大家各取所需,得了 完成任務之後 還可以為對方評分 找幫忙,找Helby 還不等? 立刻找我們下廣告吧